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它在SFU大学Brenneby山上的一个公园 这个是水泥结构的 即是石屎 其实SFU来说 山上的土地真的不多 20年左右 市政府已经规划了大概知道哪个地皮是可以建的 哪个地皮是不可以建的 剩下基本上是没有的 尤其是这块地皮 今次是我们向海 向海水泥结构的地皮 基本上是最后一块 价钱方面都很吸引 另外它的租金回报是很高的 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 SFU本身它的租金其实可以相比差不多在山下边 甚至乎去Brandwood 甚至去Metrotown 一房来说一般出租是1800至1900元 Metrotown来说 我都知道疫情之前可以去到2200元 其实都是差200元左右一个月 但是SFU这边的价钱是比较吸引一点的 值得一提SFU本身它的学生的数量是45000个学生 那么多的 但是其实它可以居住的地方 基本上是只有可以容纳这些学生百分之十的单位 就是差不多4500户左右 所以它们这边的区域 我们叫做Vacancy Rate 即是空置率基本上是零的 你一出来一个单位很快就可以出租了 另外这个开发商Mosaic 它们最近有一个项目是 大概三年前已经卖的 那这个是一个木结构的项目 它们刚刚开始成交 附近有些买家已经开始去交房 拿了锁匙 但是它拿了锁匙那一刻 之前那天晚上已经开始登广告出租 那它有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客人 有535尺的一个Studio 不是一房是Studio 但是它都已经有好几个学生 说想出租 甚至乎租金到1800元 所以今时今日 如果是1800元1900元出租 一点都不夸张 甚至乎我觉得 员工的时候 可以再高一点都不夸张 所以就是说 这个租金回报很高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项目 一出来之后 头一两天 我们都没拍视频 就已经很多人咨询了 那你想问的主要就是说 一房单位多少钱啊 出租回报多少啊 另外就是有没有海景啊 或者是那个结构的水泥 稳不稳定啊 和木结构有些比较 就是各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势 所以今次这个项目都很受欢迎 那慢慢我再跟大家讲一讲 那个地理位置先啦 好了 大家先来看看这个地理位置先啦 这个山头呢 就是整个SFU了 那这边其实是向北的 这边叫Barratt Innet 就是太平洋进来的水 那所以呢 我们今次的项目呢 真正来讲 地理位置是这个位 这个位呢 其实是University High Drive 那我们这边 向北的那些全部都是会有水景的 Barratt Highway是另外一个highway 那如果平时我们现在highway 有一个最多人用的是什么 就是highway1 highway1其实是向南 在那边来 那如果我们highway1上来的话呢 就一般来是Galadi这个出口 那就上来这个位 那就沿着这个路这样上山 这个山是很大的 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呢 其实最好的是什么呢 它是很靠近这个整个SFU巴士站的中心 那走过来是很近的了 另外呢 就是它也是一个比较近campus的学院的一个项目来的 其他那些项目很多那些住宅呢 都是再向东多一些 所以这个呢 是水泥结构 有海景 还有很近这个巴士站 也都是很近这个学院的 所以如果出租来说 其实很有很大的优势 另外值得一提 整个山呢 就是除了campus 就是住的地方 跟着有读书的地方 上面这里也有很多的商业 比如有餐厅 有买菜的地方 那一般生活来说 其实就很多人住这边 基本上都不会说 再整天下去的了 除非可能是weekend那时候 就跟朋友聚一下 吃个饭 那样 但一般生活都是在这边居住 那就很足够了 好了 我们现在一起介绍一下沙盘 那一行我们的partner 就会介绍 我们的单位不同的位置 了 大家好 我是一行 现在就由我来 和大家介绍一下 具体这个楼盘里面的东西 那这栋楼 刚才阿里都说了 这个就是现在SFU 最后一栋水泥的建筑物 水泥的高层公寓 那它总共是有12层的 那每一层的cording unit 全部都是两房 那一房就在中间位置 那三房就在paint house 最高的三房 还是一楼有些三房的 那它呢 它呢 这个方向呢 是对着北边的 那北边 SFU北边呢 就是山景 和水景 那 由这个 东北方向 这个前边 这个几个位置 和西北方向这一面呢 它是可以看到山景 和看到水景的 其他位置的景 就肯定是没有这两个cording 这两个cording的位置的景 那如果是作为投资的人呢 你可以选择其他方向 其他方向的价钱会平一点点 但租金是一样的 回报率是比较高一点的 那如果你是打算自住的 那可以 当然看到景是最好的 那如果你之间找它的话呢 我都会建议你 不是有景的 作为自住的 那刚才和你们介绍了 具体这个 几个cording的那个位置 那现在我们和大家看一下 这个具体这个景的方向 那这个呢 就是12楼 最高那层的 最高那层呢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就是用西边的 西边的话呢 这里是看北温 那这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是个灯烫来的 那正北的位置 这个呢 就是西北方向 西北方向呢 就是一个两房 B1 Plane 和D2 Plane 的一房 那过来这边呢 这边就是正北的位置 正北位置 那B Plane 那个两房的 Continuity B Plane 就是看到这两个位置 那刚才呢 就是整片过来 那 过来这边 转过来东北这个位置呢 东北这个位置呢 就是一个一房的D Plane D Plane 就是看到这个方向 那这个呢 这个就是呢 这个就是大概 刚才说的西北方向 和东北方向 四个互形的风景的位置 OK 我们来看一下阳板间 那这个阳板间呢 今次呢 这个是叫Blackburn B1 Plane 就是两房 那我们来看看 首先进来这边 我们左手边 有一个洗衣机干衣机 那这两房 也是两个卫生间的 我们这边 左手边是一个卫生间 好了 这个设计呢 我们这边还有一间房 那这边呢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一个套间了 真正来说 这个就是主人房 这个房 如果是放一个 King Size的床 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呢 这个房呢 如果是被学生租住呢 他们可能就会 摆一张床 摆一张床 之后呢 就应该是会有个书房 sorry 书桌 放在一起的 那其实空间 已经很足够了 这间房 它是一个主人房 那当然就有一个套间 那这个卫生间呢 这个卫生间呢 是一个walk in shower 好了 我们出来这边看看 第二间房 在这个位置 所有的窗户 都是比较大的 这里是个厅 那我就觉得 今次的设计 是比较简约的 很舒适 踢脚线都比较高一点 那我也介绍给你们 大家看一下 这个窗呢 其实真正来说 它是会再大一点 和高一点的 我这个窗 今次的日用板间 做不到这么大的窗 其实你看看 它的虚线 它可以再去 再高一点 然后下面呢 又会再低一点 值得一提 我们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取暖 来的了 在SFU大学上面 其实是有一个 自己的取暖的功能 管理法是包了这个 在里面的了 所以冬天的时候 取暖 不需要再来 外外再 付费 那就变了很多了 所以呢 这边呢 采光是不错的 这个餐厅 吃饭的地方 它呢 就有一个open kitchen 的concept 变了很多地方 不会有一个island 阻止了 如果真的考虑出租 投资的客户呢 其实这个格格是非常好用的 还有一个地方 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 我们现在看看这边 这个tank 我觉得用途 它还有什么方法呢 UBC那边 和SFU那边 很多学生 其实是 租过两房 其实是三个学生一起用的 那你的租金 就会高了很多了 甚至乎 我见过一些 有些客户 在这边做过拉的窗帘 那变了 第三个学生 他虽然的租金是低些 但是呢 其实他 都可以帮补一下 你的租金的 那正常来说 这个two-bedroom 比如在Metrotown这边 可能租过2,900至3,000 SFU这边 可能租到2,700左右 但是如果你说 多一个学生 甚至乎有时 可以去到3,000 所以这个空间 其实这么大 有用途 这个框架 就不包在里面了 所以正常来说 应该是一个 drywall 一个墙 本身是摆电视的 那 学生来说 大家很多都不用电视 现在可能是用自己的电脑 所以这边 其实是 是一个很考虑的地方 我再介绍一下厨房 厨房呢 刚才说了 这边是open concept 这边这些瓷砖 其实它做了一个黑色的grout 那为什么呢 就是譬如说 你真的出租给学生 就比较容易打理一些 一般来说 白色的那些 真的骚髒了 又有烟殖在那边 是很难洗的 他们都考虑好周到 抽油烟机 都是不受降的 再说一次 所以这些家庭电器 其实它都是比较简单 那些 全部用牌子都是用wallpool 但是成本就低了很多 维修上来 其实都是简单很多的了 台面是白色 这只厨櫃 这只是深米色 我可以叫它 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白色 我个人就会喜欢这只 多一点 而且这些是mat finish的 所以都是没有指毛 摸下去 骚髒骚 万一譬如说 你出租完之后 有一天 那你说 我要出租给下一个大家庭 重新清洁 都不会有一个问题 甚至乎 我们如果有一天 譬如说 摘搜四五年之后 我再拿出来再买的话 本身就是很容易清洁的地方 所以翻身是很容易的 好 多谢大家这次陪我来看这个楼盘 SFU这次楼盘的确实是不错的 它的员工时间差不多是2024年的夏天 也是一个SFU里面 最后一个有水景的水泥项目 出租的租金回报都非常之好 另外就是价钱都很吸引 这次是有115个单位 其实都不算多 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朋友 快点来找我们 我们团队的电话是提供给大家 另外我们有微信和WhatsApp 我们团队有很多队员可以帮大家 随时找我们 多谢大家帮我们点赞 给个like我们 还有转发留言 好多谢大家这次陪我们 下期再见 拜拜